身为真千金,刚回苏家 就被假千金来了个下马威 当时我刚从车上下来,还没站稳 迎面就是假千金的质问 苏浅身着一袭白裙,长了一张温温柔柔的脸 然而,此刻她的神情却冷得像冰 尤其在看到我时更甚 苏浅看起来真的很生气,言辞激烈一场 爸爸,你明明说过只留我一个人的 为什么要她进苏家 你明明答应过我的 我那刚认回来的亲爹顿时眉毛一束 横去一眼,小夕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凭什么进不得苏家 我挑眉,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来这里前,我找了些真假千金文汉 但发生在现实里,还是让我大开眼界 关于苏浅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敌意 我大概清楚,应该是怕我动了她的位置 但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苏浅有点蠢 再没有智商,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真千金不配回归本家这种话 都是一件很得罪人的事情,无论对谁 我想,我有没有资格进入这里 还轮不到姐姐决定吧 姐姐似乎有些僭越了,迷惑归迷惑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更何况,占了我这么久的富二代人生 我凭什么要让着她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发言之后 苏浅没有再呛声,只是看向我的眼神复杂 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 在看清的那一刻 我第一次怀疑起自己辨别情绪的能力 她在委屈什么 明明是苏浅口出恶言在先 为什么反而像是我做了什么对其他的事一样 抱歉,小西 阿浅被我们养得骄纵了些,委屈你了 最后还是苏一或心一混了过去 刚到苏家 我也不好不依不饶 只是暗自提醒自己留心 苏浅冷哼一声,转身就走 却腿一软,差点摔倒 刚刚还在我身边的便宜父亲顿时抛下我 小心翼翼扶着她 阿浅,走路要小心些 别让你妹妹看了笑话 不知为何,明明苏一的话是好意 我却怎么听,怎么别扭 显然苏浅和我有一样的感受 蛮横甩开苏一的手 您亲生女儿可在那边 何必来假惺惺惺关心我 我本以为苏浅是故意做秀 但看她脸色,似乎是真不舒服 爸,阿浅,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正当我们陷入尴尬的时候 另有声音打破了我们的隐隐对峙 来人是苏家的少爷们 也是我的哥哥,苏轩和苏念 大哥苏轩冷冷扫过我 为这一眼 只是这样居高临下的一眼 就足以让我感到难堪 苏一耸肩,没什么 让阿浅和他妹妹认识一下而已 二哥苏念直接吃笑出声 丝毫不顾及我还在场 直接放下话来 我只认阿浅一个妹妹 她的目光里涌动着令人不适的恶意 如果阿浅因此不高兴 那,没有,阿念 妹妹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在我震惊的目光中 苏浅分外镇定地 推翻了几分钟前自己说的话 直接变了负面孔 挽着我笑容浅淡 只有我能感受到 她正死死地掐着我的胳膊 02,我,是的 我也很高兴能见到浅姐姐 苏浅不同寻常的举动 让我从善如流地改了口 很奇怪,真的很奇怪 虽然苏浅和他们一同长大 这份感情并非不能理解 但我也是他们的亲妹妹啊 何必对初次见面的我 抱有这么大的敌意 还有苏浅 她的态度可以说是最奇怪的了 明明在外面还嘲讽我不配进入苏家 结果转眼就引以为护的意味 这是闹哪出 想到之前苏念对我的说法 我眨一下眼 总不至于是担心苏念 真的对我心生不满吧 苏浅会有这么好心 主动帮我解围吗 不知苏家怎么想的 竟然让我与苏浅一同上学 美其名曰,培养感情 既然同校同班 自然也是同行 吃过早饭 苏浅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用鼻子发出一声痴音 你就打算穿这一身 去丢我们苏家的脸 我还穿着从家里穿过来的衣服 性价比不错 但与我即将去上的学校相比 就有些格格不入了 我心知理亏 嘴上却不饶人 针锋相对 也难为姐姐把苏家看得这么重了 这其实算不上都有攻击力的话 但苏浅的反应却很大 我看到苏浅的眼眶刷一下就红了 那一瞬间流露出的眼神 令我胆寒 那实在不像在苏家 娇生惯养20年的大小姐会有的眼神 她正想抬头对我说什么 却被大哥苏轩打断 这是父亲交代给你准备的衣服 苏轩冷淡地把衣服递给我 转身看到苏浅红着眼睛的样子 语气骤然温柔下来 举止亲密 而且怎么了 是有谁欺负你了吗 说这话时 苏轩特意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有那么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像被一条毒蛇盯上了 我相信如果这时候苏浅告状 绝对会发生一些 我无法预料的不好的事情 但苏浅只是抬了抬手上拎的袋子 我原以为父亲忘了给妹妹准备衣服 还想从我这里挑几件没穿过的 暂时给妹妹穿着呢 看来是我想多了 父亲还是那样面面俱到啊 最后一句 苏浅几乎是一字一顿 咬牙挤出来的 真的很奇怪 各种意义上都是 苏浅他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句话蕴含的讽刺 与异常连我都听出来了 我放缓呼吸 竭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然而苏轩听到苏浅这样说 却只是哼笑一声 怎么又对父亲闹脾气了 语气熟人且包容 看起来苏浅这样的爆发不在少数 不 岂敢 短暂发泄过后 苏浅又恢复原状 唯有眼角烟红证明刚才的争执 不说这个了 时间快到了 你赶紧换衣服去 苏浅催促我去换衣服 刚好给了我离开的理由 但走到他们看不见的拐角处 我的脚步就停了下来 平住呼吸 悄悄倾听他们的对话 苏浅对我忽冷忽热的态度 这很难让我不怀疑 苏浅让我回到苏家的真实意图 这个 带着 上课 我们之间的距离有些远 所以听得断断续续的 只能看到苏轩把某个东西 交到了苏浅手上 那是什么 这时候 我就格外希望自己的势力良好了 我只能看到 苏浅最后收下东西 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好 03 我原以为苏家的小公主 应当是很有人气的 毕竟是豪门世家大小姐 但出乎我的意料 所有人在知晓我与苏浅关系时 都用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 就像当时的苏浅 等等 当时的苏浅 苏浅身边并没有人 他看起来也习惯了这种冷清 自顾自地坐下 就把我晾在了那里 然而有人想和我攀谈的时候 苏浅很踹了下前面的椅子 轰的一声把书拍到了桌子上 发出的巨大声响震住了所有人 你们想和他聊 苏浅缓缓扫失一周 表情似笑非笑 他现在可还姓林 不姓苏 想田也等着人家改姓再舔 试图与我交谈的那人 讨了没趣 却也信信着不敢说什么 看来 即使苏浅假千金的消息传开 有苏家撑腰 他依然能过得风生水起 比如说 凭他一句话 就能让所有人对我视而不见 我原本是这样想的 可等我在转身 却发现周围同学们 脸上的表情并非畏惧 而是 比 课上的时候 因为我和苏浅是同桌 所以我很容易发现他的异样 趁老师不注意 我悄悄问他 你不舒服吗 苏浅死死咬住下唇 面色朝红 呼吸一下比一下急促和粗重 总是下意识挺腰 然后落下 双腿也总是急躁地 反复踩着地面 看起来很煎熬的样子 不用你管 苏浅的语气依然很冲 语速却又急又快 声音也是含糊不清的 他的动静不大 但也不算小 我私下看看 却发现周围都是一副 习以为常的表情 好像除我以外 大家都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 一下课 苏浅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室 我想了想 也跟了上去 为了避免苏浅发现 我还特意慢了几步 只是来往知情人 投来的细血目光 总让我感到不舒服 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 内心不详的阴云翻滚 却也只能继续跟下去 苏浅看起来走路都有些发颤 但还是绕了很久 等到人流少的时候 才进入了厕所 我皱起眉 厕所这种地方 像来是七零八零的好去处 难不成还有人明面上听话 暗地里欺负苏浅吗 我想了很多 但从没想到 真实情况 要比我的想象糟糕得多 宝贝 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 男生突然从厕所隔间响起 我抬头 一脸悚然 这里可是女厕所 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 今天大哥让你带了什么 哦 是这个呀 哈哈 听到后面的话 我的大脑瞬间嗡了一声 下意识停住了脚步 然而里面的对话还在继续 嗯 阿浅 阿浅 你最爱的男人是谁 现在拥有你的是谁 如果再喊错名字 我可是要惩罚阿浅的 苏浅的声音沙哑 夹杂着暧昧的情欲 丝毫见不到对我时的神气 弟弟喊着对方的名字 苏念 他又重复了一遍 就好像叫哭出来一样 苏念 零四 男人 不 苏念看起来很满意 苏浅的乖顺 但还是故意找茬 小心号货 上次我是怎么说的来着 要叫老公 阿浅不乖呢 需要被惩罚 我想想 阿浅求我的话 应该怎么说 我听见里面沉默了很久很久 终于 苏浅带着弃音 音调绝望又破碎 小 小心号星号 求哥哥吧 赏给 这些话落在我的耳中 轻得像一片云 轻轻一挥就散在空中 只留下积攒的越来越多的错愕与怒意 里面又响起一阵暧昧水声 夹杂着男人心满意足的溃叹 与女人低声的唾气 只是不久就变了位 我的脚底就像生了根 被死死定在原地 整个世界都好像变成了 我看不懂的样子 一瞬间 好像所有事情都能够串联起来了 难怪 苏浅从一开始就阻止我进苏家 难怪 苏浅在苏念对我展露敌意后 急忙为我说话 难怪 苏浅对我那一句 看中苏家的反应那么大 他怎么敢 那可是苏浅 是真真正正 被苏家养了二十年的女孩 愤怒控制着我的身体 喷一声 踹开了隔间的门 你们在干什么 里面的两个人 都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 苏浅闭着眼睛侧过头 似乎不想让自己 这么狼狈的模样 落在我的眼中 而苏念 在最初惊讶后看到我 神态转为了暴怒 灵溪 你不会以为 一个妹妹的身份 就能保住你吧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觉得有能力打断我们 苏念竟如此理直气壮 倒打一耙 我气得身体都在发抖 声音骤然拔高了几分 苏念 哪怕苏浅不是你的亲妹妹 你怎么能对她 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父亲知道后会怎样 你知道吗 想想之前同学们 习以为常的神情 就能猜到 这件事绝对发生过不止一次 她是想毁了苏浅吗 她这样做 把需要每日到这里 上课的苏浅置于何地 苏念原本极为生气 被我这样一说 反而收敛了怒意 看我的目光带着希腊嘲讽 父亲 苏念重复一遍这个词 语中讽意更甚 她笑 灵溪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见 阿浅词服于他人身下 就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吗 明明外面是三副天 我的心却似被置入寒咬 什么 我难以置信 看到我这副表情 苏念反而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很难相信 她哼笑着 但事实如此 苏念爱脸地俯过苏浅的脸庞 而苏浅只是紧闭着眼睛 完全看不出她是怎样的状态 你们是疯了吗 从小被父母好好教导的我 根本不理解这种畸形病态 灵溪 你怎么好意思这样说 身为始作俑者的苏念 却假装亚然地看着我 汹涌翻滚的恶意 根本遮掩不住 要知道 如果你们从最初就没有被报错 现在被这样对待的可就是你了 你以为父亲为什么不给你改姓 只有进了苏家义务的女人 才是苏家人 阿浅早就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了 你凭什么觉得 你一个外人 有资格来干涉我们 05 不知从何时起 苏家多了一个不知名的规矩 若苏家生出女儿 这个女孩就要用自己的身体与气血 去补育当家人 用自己的身躯 成为这个家族的存钱贯 过去几代 皆是如此 不知是否因为此行过于阴损 苏家女眷逐渐减少 直到这一代 只剩苏浅一人 这代的当家人是苏义 理所应当的 苏浅要为她服务 苏轩与苏念 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当家人 自然也有资格想用猎物 我听得浑身发冷 我知道豪门是非恩怨多 但我没想到 苏家竟龌龊至此 我咬牙 可苏浅根本就不是苏家人 你们现在扯这些 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借口罢了 苏念慢条思理提上裤子 甚至有心情为苏浅整理衣着 他看着苏浅 好像眼中只有他一个人 可我们都喜欢阿浅啊 我被苏念自诩深情的语气和神态恶心了一下 苏念浑然不觉 继续说着 阿浅在的时候 苏家依然很好 所以灵溪注意你的身份 就算不知为何父亲让你回了苏家 你也代替不了阿浅 苏念看向我的目光里 满是威胁 若你在妨碍我和阿浅 就算你是父亲带回来的人 我们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最终这场闹剧 还是有始终没发过话的苏浅结束的 苏浅扯扯苏念的衣服 一脸疲惫 我累了 灵溪现在也知道了 不要吵了 苏浅向我瞥一眼 轻轻摇头 我这才不情不愿地 咽下快到嘴边的话 看着苏念宛如胜利者般 揽着苏浅走出门 我看着苏浅脚步虚浮 略带亮呛 从昏暗的卫生间 走向光亮的外界 一步 两步 明明苏浅在向外走 我却仿佛看到一个疲惫灵魂 绝望地在地狱中沉沦 我避开所有人去找了苏浅 找到他时 苏浅正在天台 天那么蓝 风那么大 苏浅依然穿着 我初见他时的那件白裙子 静静撑在栏杆上 我突然就很害怕 上前几步 又想起什么一样 硬生生停下 苏浅 在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看着这样的苏浅 某种愧疚便蔓延上来 苏念是个混账 但唯有一点他没有说错 苏浅遭受的这些事情 本该属于我 那些挣扎于黑夜的 漫长而无望的绝望 被所有人明理暗里 鄙视和嘲笑的事情 本应是我承担的 可苏浅不仅承受了 还试图挽救 什么都不知道的我 若我不知道就罢了 一旦清楚 苏浅从前行事 都是为我着想 再回想自己的行为 我真恨不得 晃晃自己的脑子 看里面装的 是不是全是水 对不起 我说得很正重 苏浅却没有收下 这应该是苏浅 第一次摘下所有面具 心平气和地和我对话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这些也不是你的过错 苏浅的表情很平静 那是心中有某种 坚定想法的人 才会有的表情 我本来不想 让你蹚这趟浑水 可你自己入了局 说到这里 苏浅却话锋一转 灵溪 你知道苏浅 为什么把你找回来吗 06 我愣住了 我一直在思考苏浅的事情 对我自己 为何会被突兀找回苏浅 反而放松了警惕 现在想想 这件事情也很蹊跷 我不由自主地附和问着 为什么呀 苏浅这时候 从栏杆处走下来 缓缓走到我的身边 嗓音轻了 事实上 知道苏浅传统的家族 并不少 也有人想效仿苏浅 却不舍得拿自己家的人开刀 刚好看到了我 一个本是外家的人 却能起同样的作用 所以有人就把主意 打到你的身上 比如说 之前找你搭话的那个男生 假如说这是一本小说 我一定会狠狠批判 写出这么离谱设定的作者 然而发生在现实 我除了深深的不真实感 就只剩下茫然 就因为这种事情 或许 还因为你很漂亮吧 苏浅耸奸 用像开玩笑一样的语气 到处包装在所有道貌 俨然话语下的事实 苏浅很好看 我也不比苏浅差多少 只是苏浅这样一句话 我就知道这是一场交易 把我从爸妈那里骗过来 作为商品为苏家交换资源 刚好苏浅对我也没有什么感情 也就利用得心安理得 真让人恶心 你希望我怎么做 报警吗 知道这么多东西 势必是要选一方加入博弈的 至于选谁 这还需要思考吗 苏浅摇头 苏家家业大 藏得又隐秘 警方很难受理接管 我不是没报过警 算了 现在说这个也没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这些 不是想让你做什么 你只要什么都不做 视而不见就可以了 我不死心地追问 真的不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用 苏浅顿了一下 又笑起来 声音轻轻柔柔的 非要说的话 就做这一切的见证者吧 苏浅笑起来是很好看的 可不知为什么 我看着他 总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 为什么呢 明明苏浅就在我面前 我却觉得自己抓不住他呢 我们又商量了几句 约定好细节 离开之前 我还是忍不住 问出了心底的那个问题 苏浅 你就没有过不满吗 明明你本不会经历这些事情的 二十年的错位人生 二十年的荒唐沉沦 在淤泥中盛开的花呀 真的没有愿赠自己 本可以开在美丽的花园吗 苏浅背对着我 我没看到他的表情 只能听见传来的重重叹息 那已经不重要了 自那日苏浅与我摊牌后 也没有等很久 我就看到了苏家的骚乱 谁允许你被别的男人碰了 说话的是苏轩 往日冷漠神情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 令人心悸的阴郁和狠辣 我说过我没有 你不信 我有什么办法 苏浅却只是轻飘飘地回复 丝毫没在乎苏轩越来越黑的脸色 苏轩被气笑了 我派去跟着你的人都拍到了 苏浅 是不是我们惯了你太久 让你都忘了被惩罚的滋味了 我看见苏浅的手指 瞬间紧紧抓住了衣服 一时有些担忧 这是苏浅做的局 用我的身份做诱饵 对象是那个打算要我的男生 在苏浅的设计里 是想引起两家的矛盾 只是现在效果是达到了 但似乎效果太好了 苏浅也难脱关联 零七 可我能做什么 我这个名不负实的真前景 只能如坐针毡地等着 靠着 蹉跎着 等他们从房间出来 真如苏浅所说 只是一个旁观者 后来终于等到苏浅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 我推门进去 看到他正拳缩在床上 双手死死抱住自己 听到门响声 苏浅先是反应了一会 察觉到是我 原本警惕的目光 才渐渐软和下来 你来了呀 他的声音嘶哑的不像话 我走过去 抱住他 心突然就疼了起来 一定要这样吗 你 你不会痛吗 从苏浅得知 真心实意 被我着想铺路那一刻起 我就认定 他是我的亲姐姐了 看到喜欢的姐姐变成这样 我怎会好受 苏浅身上还带着斑斑点点的伤 他犹豫了一下 最终选择推开我 动作温和却坚决 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快结束了 他说 已经开始了 苏浅的话一语成衬 那家人本以为苏浅只是苏家的玩物 有些用心但不多 兼知他并非真的得手 未料到竟会面对苏家的疯狂报复 自然不肯罢休 两家越斗越狠 争斗到最后 是不知何人放了一把大火 不要装作不知道啊 你明明知道的 苏浅拉着声音撒娇 我却有些不满 怎么不叫上我呀 我也被他们恶心很久了 那点浅薄的亲情早就被戳磨殆尽 见过这么多次苏浅被折磨的样子 我对苏家人只有一个想法 死 现在听苏浅说 所有人昏迷着 关在着火且上锁的房间里 我只觉得畅快 那你怎么办呢 会查到你吗 最初的舒爽过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担忧 苏浅摇头 火是赵家人放的 酒是宴会喝的 所是不知道谁习惯性上锁的 可与我没什么关系 赵家就是被苏浅用来当枪的那家 今日正式宣布破产 在苏浅的故意挑衅下 趁夜色来到苏家放火 而在苏浅刻意提一下开的酒宴 苏浅轻而易举 就让几个人喝得鸣顶大醉 放倒入锁进房间 而他则带着我来到稍远的地方 注视着夜色里的火光 早知道就早动手了 也不是很难吗 苏浅看起来有些发症 似乎不太相信 一直以为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阴影 就此消失了 浅姐姐说的哪里话 如果不是浅姐姐这些年 让他们放松警惕 这些步骤出错一次 都不可能有现在的结局 我深恶的懒腰 诗然笑笑 什么呀 还以为真能靠真千金的身份 一辈子躺平 结果确实着会起玩意 姐 我们一起回去 去看看爸妈 好吗 苏浅却沉默了很久 沉默到我脸上挂不住笑 逐渐坠坠不安 抱歉啊 灵溪 苏浅 不 现在是灵浅 她的声音很轻 我想要休息了 我渐渐收敛了脸上挂着的难看笑容 一定要这样吗 明明好不容易拥有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要为那些杂碎消磨自己 从一开始 我就担心灵浅的精神状态 在天台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硬撑着 不难想象 这么多年坚持着她的 就是绝对要复仇的执念 可然后呢 那天你问过我是否有过不满 你知道吗 我其实真的很嫉妒你 林浅并没有看我 自言自语般说着 本来我也有爱我的父母 能平平安安长大 不用整日整夜侍奉在别人身下 这些烂事不会与我有关 可偏偏意外发生了 本该属于我的温暖都落在你身上 我当然嫉妒啊 嫉妒得快要发疯 最初知道你的存在的时候 我整日整夜的想 你凭什么过得那么好 凭什么我被苏家父子折磨的时候 你却安安心心 躺在我父母的怀里撒娇 苏浅眼中有泪 脸上却是笑着的 但我不想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把一切迁怒在无辜者身上 我已经够烂了 不想成为连自己都唾弃的人 林浅摸摸我的头发 你该走了 向前走 别回头啊 林熙 很多很多年以后 有人追问我这个故事的结局 那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 把往事写作小说 来纪念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和那个难以忘怀的人 来采访的记者不死心追问 林小姐 对于您笔下人物苏浅的结局 至今众说纷纭 粉丝们也都有推测 您真的不说明一下吗 我笑 书中故事大家自有评说 戏外人生我们也无法干涉 这就已经足够了